大家好 今天是3月17日 星期三 市踏入這個星期之後 情況都是比較傾向於整固 但整固當中處於一個不明的狀態 如今早 指數先低35點到28,992點 之後一度低見28,780 亦曾經反彈到29,180點 而大部分時間指數都在29,000點拉腳 情況就告訴我 大市是處於等變之中 因為向上望有50天和20天線 但10天線又穩守得不錯 變成大市好像跌不下跌 但差不上 到底今個月是否到最後 都是由3號的高位跌至9號的低位 現在這分鐘都是一半一半 如果是的話 一個月的高低位出現在5個交易點之內 一直都沒有見過 可能今個月真的見到 儘管看是怎樣 但有一個技術上的走勢 大家要留意 由於市一路整固不前 變成了50天市可能在下星期中 就會輕輕跌穿 20天市會跌穿50天平均移動線 涼氣了另一個景號 沒錯 不是代表大市會大跌 只是代表大市反覆不明的勢頭 是盡一步明顯 28,259和28,325 這個小相底 是否一路可以穩守整個大市 我們還要多看幾天才知道 MISTER MISTER